通常将其贪嗔之时 反观此心 必能不起 可知观心发门也颇殊胜 为其遇到烦恼太强之时 虽然用心管照也无法消除 此时福以念佛法门 将注意力一致佛号或许有用 如果观心与念佛 都无法消灭强烈的烦恼之时 则如何对之 贪嗔痴慢 这是烦恼稀奇 他起来的时候 这个幅度不大 用观心用念佛都能够降伏 也就是都能把它化解掉 如果这个烦恼太强烈了 你观照也没办法熄灭他 念佛也无济于四 这是怎么办呢 说个实在的话 这个时候就是证明 你自己观照的功夫不够 念佛的功夫也不得力 这两样如果有一样功夫得力 烦恼绝对能够降伏 所以要加深功夫 这个重要 不是功夫不得力了 是我的功夫还不够 那么一般讲 在这个时候 生惭愧心 惨除业障 用什么方法惨除呢 还是用观照 用念佛 这两种方法 任何业中都行 年中或在一起用业心 世尊教我们念佛 这个十六观金 就是观想跟念佛 和起来用 这十六种 观法 持明念佛 是第十六种 十六种方法 你会用一种就行 年中三种 获起来用也行 那你要是十六种 我统统获起来用呢 那你要是很大的本事才行 一般人做不到的 一般人决定做不到 年三种获起来用了 还可能 太多了 恐怕自己 佛也念不好 观也观不成 那就错了 无论是理论 还是方华 都讲求一门身处 常识熏 心修功夫才能得理 这一点非常重要 我又有一个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